台铁西部干线春节火车票10号凌晨开放订票 根据台铁统计 零点开放订票后 第一分钟就有35,693笔 6万7,706张订票 到上午9点总计完成12万0979笔 21万5,902张订票 营业科长王文谦说 尖锋时段的自强号依旧抢手 其他时段还有一些票 没抢到票的旅客可以试试手期 我们在2月1号、2号 台北往台中、高雄方向的长途列车 目前都已经销售完毕 那2月9号、10号 高雄、台中往台北的方向 也都销售完毕 那其他时段都还有车票 欢迎民众可以在 以我们的余票查云系统的状况 去查询订票 王文谦提醒完成订票的旅客 务必在含订票当日的两天内取票 与其未取的车票 将在12号上午9点重新释出 另外,针对台东居民反映之前的 实名制列车停号站太多的问题 王文谦说 东部干险将再加开8列次实名制列车 欢迎乡亲多加利用 警广,记者政绩威台北报导 ози车, Awesome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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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